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拥抱大香港主义》 的早晨節目 來到第二節 這一節 又想說說一些網絡話題 有件事 其實搞了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沒什麼留意 有Youtuber被人告 Youtuber 去了餐廳 去拍那些試食片 拍一些劣食片 拍完就說很難吃 然後拍完 就被餐廳的老闆 吵 互咎他們 這樣 那個就是農場餐廳 搞這壇事的就是 前原TVB的藝術 就是余德成 余德成 湯長知道誰是余德成嗎 沒有看過他的拍攝嗎 沒有看過也不看 都是昨天找資料才知道 因為他在TVB其實沒有什麼事情做的 直至到臨走 蔡詩貝 臨走 蔡詩貝 她和蔡詩貝有什麼關係 一起的 不知道 我看過他們的花邊新聞 蔡詩貝和余德成 有什麼新聞 朋友 他們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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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尷尬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 他這樣說 是不是都不關我們 是不是都不關我們 那他亂說 有什麼亂不亂說 兩個都不紅 OK 說了都不怕 OK 有什麼大問題 余德成 余德成 余德成就是之前 我們有 其實很久之前 我們做 不知道是國立大台還是什麼節目 有說過 就是 因為那時候有青春不要念 余德成就是扮 余德成就是扮劉華那個 戲就不是很好 那麼大 很帥 那麼 不錯 高大的 高大的嗎 高大的 矮的 看這條片我用很矮的 好像米八 是嗎 他的身形有點怪 他好像不高大的 很受傷 不是的 挺大隻的 高 但是 視覺上挺矮的 視覺上是矮的 真人是高的 我也不知道 他遷就另外那兩個人 他坐到這樣 那條片 不是的 我有看過劇的 這樣 我整個劇有看的 雖然我沒有看 我都看完 這樣 那是 是模特兒來的 一米八 模特兒就是模特兒 對 模特兒就是模特兒 那減幾cm都一七幾 很多人都模特兒 那一七幾就是我這樣的高度 嗯 那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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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為什麼我有興趣說呢 就是 這個 這樣的 他在TVB 不是很多事情做的 做主角 只是做過一次 就只是做過 就只是做過 青春不要臉 還有青春不要臉 連20集都沒有 不知道那個15集 還是怎樣 十幾集 然後 就 離開 就是為 青春不要臉之前 唯一有新聞就是 不知道有一次 不知道有些活動踢球 差點 有個醫院 然後就好像一度 呼吸停止那些 是 唯一的新聞就是差點死 是 差點死是一個新聞 是 然後就是做青春不要臉 做主角 但是做青春不要臉 其實是沒有Lois 那一部劇其實是沒有Lois 那一部劇只有我們說好看 其實 因為當時 因為當時 我真的有看 你有看 我回家吃飯 特意坐下 看完才走 很少可 陳秀慧也是 陳秀慧 有一天去 上了朋友家 不知慶祝生日 他都特意說 開了TVB來看 但其實人家是在看IT9 那時候 好像是 看著 看著 ViuTV 那些 但其實是不紅的 其實是不紅的 反而 開始有新聞 就是他 就是他 離開TVB解約 他離開TVB解約 然後 接著 就 就開始有新聞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現在 脫離TVB 是一個 就是脫離TVB 是一個 是一個 怎麼說 就是一件事 來的 就是脫離TVB 好像脫北一樣 好像脫離北魂一樣 就是那些叫脫梯者 除了脫北者之外 脫梯 脫梯者 這就叫脫梯者 不知道最近 有 因為那些網媒很喜歡 這樣報導 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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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個藝人都是脫梯 是啊 脫梯 然後就 就說他 那 但是 那 脫梯 就是有ViuTV 如果不是ViuTV 現在都有 現在就有開電視 這樣 要是ViuTV 要是開電視 跟著 主要其實都是 主要其實都是網絡 YouTube 這樣 余德成 離開TVB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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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作 就是這件事 這個是他代表作來的 他的代表作就是去 吃 吃平 然後搞到被餐廳告 因為他們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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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年輕 你不知道那個是甚麼地方 是不是 你不知道那個農場餐廳 不知道 農場餐廳的老闆是傻的 出了名的 你知道嗎 農場餐廳的老闆是 喪的 其實農場餐廳的老闆是 比余德成的 農場餐廳 你們不 農場餐廳 農場餐廳 陳興圖是 陳興圖是 香港傳奇人物 怎麼傳奇呢 首先就是 他 他傻了 他傻了多少年 他傻了很多年 他傻了很多年 他從90年代開始傻 因為其實 因為其實 農場餐廳是 農場餐廳 就是這種 這種 不過現在已經當然不流行 這種連鎖式西餐廳 其實是 他 其實是他帶起的 農場餐廳 你們未聽過 但是農場餐廳 90年代 是開到到處都是 他曾經是 連鎖店一樣 這樣的店 他是 後來那些農場意粉 都是同一間店 農場餐廳 簡單來說 那些農場餐廳 90年代 就是你們未出生的時候 就周圍都開的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就是 那些便宜的西餐廳 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代表 然後 那時候的年輕人 就是我 那時候的年輕人 是會 就是會 便宜的又吃到 便宜的又吃到 劇島扒 劇島扒 這樣 然後也是流行的 然後 然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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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風暴 然後就是 破產 破產 農場餐廳的老闆 是 破產了幾次的 他是破產完 然後然後 總之 農場餐廳的老闆 就是出了名 東山再起 一個人可以東山再起幾次 他是東山再起幾次 東山再起幾次 他是 九七金融風暴 破產 然後過幾年 又破產出來 然後又搞農場 不知道什麼 然後又搞一堆分店出來 然後又破產 然後又蓋棋 然後又破產 四十八間分店這麼多 是啊 高峰期有 高峰期有 是 全部都叫農場的 農場系列 是 不記得了 我真的不記得了 總之 以前 九十年代 去到九幾年 接著千禧年 然後 二零一幾年 久不久就會有農場餐廳 老闆 東山再起的新聞 即他每幾年 不停東山再起 即他經常都破產的 他經常都破產的 接著 然後 又不知如何 又賺到錢回來 鎮汗子 是的 接著早幾年 就試過登報紙說 我愛林鄭 他是 即他是一個 他是 怎麼說呢 他是 他是很懂得 Mclois 的一個人 即是在未有網紅 未有KOL的年代 他本身就是一個 很懂得 Mclois的人 他的擅長就是 Mclois 接著 誰知道你們幾個年輕人 走來他的餐廳 做Mclois 這樣 人家是Mclois 人家是曹炒大師 人家是噪音大師 你打算走來他 你打算走來他做Mclois 這樣 他當然是咬著你 不能放 那樣 那樣 就是 所以 農場餐廳老闆 本身就已經是喪的代表 那他 他是 我想說 登報紙說 我愛林鄭 應該是早幾年的事 而已 這一兩年前的事 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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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說什麼 對林鄭是真愛還是不知道什麼 那樣 然後 然後 有一個 難得有一個年輕人 在TVB做不成 其實又不是做不成 其實余德成當然是演藝上 不是做得很成 但是余德成好像本身是有錢仔 其實不是很自在 然後 然後 就走去他餐廳 搞事情 搞事情 說他的東西難吃 這樣 那龍場餐廳的東西好不好吃 就不是重點 這樣 但是 但是 其實那些劣食片有少少 有少少 怎麼說 那些劣食片有少少 我們看一下那條劣食片 新信息 有新信息 先看新信息 先看新信息 咦 慣勝帝君 正氣蓋天 忠勇仁義 恩德 超四海 全世道義兩兆 沒錯 今天是關帝彈 亦都是收費台 亦都是收費台 四周年 四周年 大家多多慶賀 多多慶賀 我是問蕭永青借錢 借都不用還 又是另一個代表作 我想說 這是什麼事 沒有 沒有 蕭永青 蕭永青不是寫文 你寫文 人家是地產大亨 你寫文 那個叫什麼 什麼呢 蕭永青就是 蕭永青是寫文 他是AM730老闆 但是他是中原地產老闆 哦 因為那天有很多舖 然後 我也忘記了 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蕭永青也害怕了他 厲害 總之就是蕭永青也害怕了他 然後有幾個年輕人就去搞事 我們看看他搞事的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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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評價 你們有看過這些劣食片嗎 沒有 沒有 這些劣食片很流行 很流行 這些劣食片 因為 為什麼要去看劣食片 你瘋子嗎 我只是告訴你很流行 我不是告訴你我喜歡看 好 很多 很多 他不是試食片 那些劣食片是其中一種片 劣食片 總之就是 總之就是 專門劣食出來的 但是其實那些樣子 其實那兩個Youtuber 我不認識 但是那些是演的 還有其實 那條片出了 是 那些人不太喜歡他們的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那條片 沒有剪到 沒有Capture 因為他們在那條片裏 說別人的 說他的湯 說他的湯 那些肉 說他recycle 嗯 就是說他循環 回收湯的肉 就是說他循環再用 這樣 但是其實 這個沒有證沒有據 嗯 就是沒有證沒有據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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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亂說的 可能是 有權是亂說的 起碼你沒有證據 所以其實 就 反應 不是說好的 但是 這個也不是重點 不是說他們拍這些片好還是不好 因為這些劣食片 我根本就 這些劣食片 我根本就不懂得分 什麼為止好 什麼為止不好 我不知道怎麼叫 我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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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喜歡拍這些片 然後那些小孩又很喜歡看 然後看到別人在說吃東西難吃 就 很開心 很過癮 很多人喜歡看這些片 他們又去拍這些片 其實是一些 不是很洗本 但是又好像 辣辣首詩 就是說別人 吃難吃東西 吃難吃東西 是 喜歡看他們的演出 是 那不用看他 想看演出 不用看 有很多人可以看 不是 這個討論沒有意思 我不是想批評這些片 因為他們 其實這些片段都被刺激了很多年 他們跟著之後 就會去做 他們只不過是做一些 Youtube 正常會做的 其中一個category的事情 他們就會去做 但是 辣男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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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辣男爵 這個我最想討論的一個點 這個我最想討論的一個點就是 就是 余德成其實這麼多年的問題 就是沒有Lois 那麼他 這個就是 作為artist 到底怎麼看待 怎麼看待這件事情呢? 就是 其實你想有Lois 你想紅 其實你就找這些 傻人去聊聊 其實我相信他們是不知道的 因為我相信他們 我相信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農場餐廳是什麼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農場餐廳 他們可能只不過覺得 農場餐廳是 覺得 可能是 這些平價 這些平價西餐廳 總之不是很好吃的 然後就是 好像吃一些烈食的東西 接著就量一下鹽上 我想他們的想法只是這樣 但是他們就 他們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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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場餐廳老闆 就是我不是說 農場餐廳老闆 是一個什麼 不能碰的大人物 而是 他也是 他也是喜歡搞事的 你搞事 他就和應你搞事 好 那麼 這個到底是想不想要的 熊呢 那件事 現在就是 昨天農場餐廳老闆 就是他不會放棄 就是他不會 他不會輕輕大過的 這個人 他不會輕輕大過的 他不會上網罵你 然後最後 哎 免得煩就算了 因為他有什麼事情 還沒煩過 破產破了幾次 他有什麼事情 還沒煩過 他就跑去小垃圾寨 告他 現在就去告他們幾個 告他們幾個 要索償多少錢 1466 索償1466 一天的租金加電費 電費加租金 然後 然後 還說要告Youtube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告到Youtube 他聲稱說要告Youtube 但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告 現在的法庭都還沒受理 十月又再審 他一定左搞右搞 他一定左搞右搞 有時間搞 好了 我自己也在思考一件事 就是 這個熊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站在余德成的角度 余德成其實離開TV 余德成在TVB是一個沒有Lois的人 余德成做的事情是無聲無聲 就是我們無緣無故不會說起他的 嗯 就算他 就算青春不要臉那套戲 我們覺得 我也有在節目上介紹過 但是 我也不會說起他的 因為他也是 他不搶眼的 其實 他不是一個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 亮點McLois的人 這樣 好了 接著 現在McLois就是他作為脫梯者 作為脫梯者 他去了哪裏 他沒有去哪裏 現在就被人告 他去了做什麼節目 現在就被人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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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什麼 他不知道去了哪裏 那些沒有人理會的 你明白嗎 你不會記得 你問我 你現在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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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了哪裏 他好像有上ViuTV的節目 但是我不知道他 沒有簽ViuTV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總之他的代表作就是這件事 他現在的代表作 現在可能最MicLois 或者是最有 商業二台 七七九零三 好水多過浪花 主持 不知道 不知道 現在最有Lois就是這件事 他去了做商台 誰知道 誰知道 沒有留意到 我明明有聽 刀姐節目 我經常在YouTube都有聽 我也沒有人見過他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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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 就是 就是 MicLois 就是代表作 那 那 那 這些 這些紅 是不是 好的紅 我就 我就 不是很 你覺得呢 給你 我覺得他沒什麼所謂 因為他有錢 你啊 你 應該就是 薩那間的紅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這樣好不好 你覺得這樣好不好 因為 例如林作 我覺得是兩件事 林作 就是 林作 就是專門搞事 的人 林作本身 就是專門搞事 漏尿的一個人 但是 但是 現在他不是 現在他是捲入了這些事 就是 他是 捲入了這些事 那麼他捲入了這些事 譬如 叫你做林作 你就做不到 對不對 先 繼續 是的 你不會做到林作的事情 嗯 但是其實余德成這些事情 你是做到的 就是 譬如 辣著農場餐廳老闆 或者是 辣著一個麻煩的人 讓那個麻煩人來搞你 這些事情 這些事情是大家都做到的 但是 這個是 這個是不是 是不是一種紅呢 這樣 是不是一種紅呢 這樣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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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我就判斷不了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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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最大的代表作 就是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 我覺得 都 都幾 都幾陰功 都幾陰功 你覺得 你覺得 你會不會想這樣 其實如果你想這樣 其實 其實這個 也是提供了一個方法 給大家 知道 我想說 大家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 在整件事的討論裡面 在整件事 這個余德成事件 整件事的討論裡面 是 那個焦點竟然沒有落在 就是無論是 那些網媒 那些 page 做的 各樣的事情 那個焦點沒有落在 沒有落在農場餐廳老闆 這件事上面 我是 真的覺得 啊 是的 原來真的是這個 generation的人 這一代的人 已經不記得了農場餐廳老闆 是一個什麼人 而其實他是一個很出名的人 他是一個出了名 他是一個出了名 搞事的人 就是搞事的意思 就是 就是專門 那個人 所以其實呢 嚴格來說 農場餐廳老闆 是提供了另一個 YouTuber上位 知道給大家 就是 其實你去搞他 他一定會回應你的 就是你去農場餐廳 玩東西 你去拍攝 玩東西 我夠膽說他一定會給你拍 他一定會給你拍 他一定會給你拍 他一定會事後 又會跟你配合 在這裡玩 一直在這裡搞 所以其實呢 如果 這節節目呢 就是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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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想 在網紅路上面 找不到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突破 還沒想到的 現在提供出爐給你 農場餐廳 農場餐廳 一定會配合你的 農場餐廳 他一定會想辦法 幫你搞大他 事情不大他不深色的 他一定會幫你搞大他 你放心 如果你想爆一下的話 你就去農場餐廳 你就去農場餐廳 搞一搞 就一定會搞得到 只不過 雖然現在的人不認識他 但是呢 搞一搞一下 你們搞幾次 大家就會 你們就會重新 了解農場餐廳 到底是一個 他又東山再起了 他又東山 90年代之後 2020年 2022年 又來了 又東山再起 想不到 30年後又紅了 對了 這樣就 對了 我們這節先休息一下 我們今天做短一點 因為我們關帝彈 喂 你也可以課金賀一下關帝彈 喂 有沒有新課金 看看有沒有新課金 那你讀一讀 好 好 看一看 看一條新課金 沒有一條包 哎 他正在重新的 即時課金總額呢 現在就是有850元 老闆有650元 尖尖有200元 老闆100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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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00元 週日考試 請大亨幫忙上鄉 祈求考到好成績 好事 還有就是250元 新工回了一個星期 就加15%人工 努凡大亨上鄉還神 開心 尖尖新火金 100元的見不到尖尖做節目 就好像一個星期見不到陽光 做事都會沒有來神器 盲粉上 感謝 還有100元的尖尖細一 下星期一有女武神尖尖訪問 記住聽直播 感謝 留意收睇 還有AIRTIME的關帝 關聖帝君 靜氣蓋天 忠勇仁義 恩德超四海 純細道義兩字 是啊 是啊 他們惡意不課金給你 沒有課金 過分 惡意不課金給你 快點 指責他們 多多課金 指責罵他們 惡意不課金 是啊 過分了 等著你們的課金 等著你們的課金 好 我們這一節到這裡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 歐視事報